人体的心脏呢 它是一个由肌肉所组成的 这样的一个球形结构 其实它的大小呢 就跟我们人体的拳头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它的部位呢 就在我们两个胸腔之间的纵格处 大致从外表体侧去看的话 就在我手放的这个位置 那心脏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球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外呢 它呢 就像我们的房间一样 它是分为两个房两个室 俗称为它是一个两室两厅的一个房间类的结构 同时呢 它在我们身体的体内呢 它有一点点这个旋转转位 所以呢 从我们正面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心脏的一部分 那从侧面和后面看的 那仍然能看到另外一部分 那所以说当心脏发生疾病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不舒服的时候 可能往往就会呈现出心前驱的一些不适 那心前驱在哪 实际上就是我手指的 我们心脏所在的部位 心脏呢 它是一个肌肉所组成的球形结构 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心脏这个脏气 它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那它其实就像一个泵 我们知道泵它的作用就是 把水打回来 收回来 然后再打出去 那心脏它起到的作用就是 把我们身体全身的血 收回来 通过心脏 之后再打回全身 它是起到一个像泵一样的 加压的功能 感谢观看